我的目標不是拿金馬獎 我的目標是當金馬比賽 哇 尤其時尚活動 其實我很少接 很多邀約是演講 我從來沒有去 因為我不是那麼喜歡專訪 我有被討厭的勇氣 龐白哥報報 富都七年搶到金馬影帝門票 吳康仁說我自己爭取耀眼的 所以我不是那麼喜歡專訪 以前好幾年沒有特別做專訪 他們都不斷地拿以前做過的專訪 從一隻重播重播 對呀 說你是要抓錯過啊 不斷地拿出來 你的手 左手真的蠻活躍的 我覺得他會瘋的 你的手一直 小哥 真多苦 沒唱歌 不喜歡專訪的吳康仁為何還是被專訪了 因為電影《富都七年》 他第一次入圍金馬 片中演大馬的非法外籍移工 還是個啞巴 他們不要我的時候 只有你要我 現在當你也不要我吧 他和演弟弟的陳澤耀 成為今年呼聲極高的 最佳男主與男配 這機緣 竟然是他討來的 沒有 他找我也不是要找我演 只是想認識我演 要演是我自己爭取 這是一種企圖心的交換 就是我想要在我2022年的下半年 拍到你們這部片 如果你們願意拍 我就是知道我把我的工作 在4月初的時候 全部忙完 比如說廣告 要好好看的樣子的時候 我們趕快拍 拍完以後 我就知道接下來我要離開 我要馬上變一個人 然後我就去我 我們就人到馬來西亞以後 就每天都在準備 因為你們有別的視著 災黑啊 瘦啊 每天都在 狗人機內障 狗人機內障跟同僻人 我覺得就是我們去到故事背景 好好的生活 融入進去 那個就是做準備 做功課 那時候都吃快餐 因為要短時間內增重 其實我也卡關啦 沒有辦法再胖上去的時候 我也問康人哥 然後哥哥就會說 多吃土食 我喝水 吃了就睡 因為變胖就是不健康的事情 變瘦未必是不健康的 監獄那一段我就有在斷食 斷食三天以後 副導第一天看到我就說 嗯 你變年輕了 怎麼變年輕了 氣色變 因為斷食就是一個 修復 其實氣色變得超好 我入圍的時候 感覺是心情沒有浮動的 就會覺得 那個是一個踏實的感覺 並不是又有冒出像 早些年那時候一把親啊 或是說麻醉空暴那時候是 那種不可思議 不敢相信這幾個字會在心中 我是哪裡好 那我是哪裡做對了 被大家看得到 現在這麼多年啊 你不會說 你不會說自己演得多不好 不可能這樣子去形容自己 因為知道自己 我們很專心做一件事 那把它做好了 那你就會覺得很怕實 我的目標不是拿金馬槍 我的目標是當金馬比賽 哇 這是我的夢想 我從小的夢想 入行16年 吳康仁有個分身 就是當自己的經紀人 但經紀人吳先生的Mega不少耶 尤其食尚活動 其實我很少接 很多邀約是演講 我從來沒有去 因為我不是那麼喜歡專訪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拍照 因為我自己 自己一直覺得自己拍照 就是一般般 那你會制絕不回 還是火梨沙蕩不會晚 我會直接說不要 如果對方追問 為什麼原因 我會告訴他 但比較不會用那種 我沒時間這種 老梗去回頭 蛤 我有被討厭的勇氣 Email給我的 Email給你 所以你是每天會看Gmail的嗎 三立娛樂新聞 我們來信請下看任務 Gmail.com報導 本書 請問